加安湘工所和花林县环保局共同举办的 庆丰市场购物用环保袋活动 经过了半年的宣导获得乡亲热烈回响 估算减少了36,225个塑胶袋量 也发出了1450张的摩彩券 成效相当卓著 11月15日的上午在市场进行了直播公开摩彩 乡长游淑珍是特别感谢乡亲共同力行环保 守护亲近家园 为了减少塑胶袋的使用量 吉安湘工所和花林县环保局 在清风市场推动购物用环保袋的活动 半年时间发出了1450张摩彩券 也估算减少了36,000多个塑胶袋量 乡长游淑珍感谢民众热情响应 共同力行环保守护亲近家园 坚能减碳爱地球 让我们推广在传统市场里面 来自己自备容器 自备购物袋来买菜 经历过了六个月半年的时间 我们减少了36,000多个垃圾袋的使用 也带来了市场活化 甚至于遵守我们所有环保节能减碳的乡亲 能够拿礼物 拿到摩彩券 又能够带来不一样的快乐乐活的一个期待 今天呢我们是直播日 要来抽出环保这个电动脚踏车 以及我们的脚踏车 还有一百份的礼物之外 更要带来我们新兴的吉安型 最有质感的环保袋 从我们吉安的回篮桥 跟我们的浩克艺术村 带来满是环保袋的升华 我们再一次呼吁乡亲 做好每一天节能减碳 让我们能够减缩 也带来美好的家园 一起努力 11月15号上午在清风市场举行的直播抽奖 乡长游淑珍一一抽出奖项 包括两台电动自行车 还有乡长加码的100份精美保温杯等奖品 乡公所表示 中奖名单会公告在吉安乡公所的官网 请中奖人在年底之前 持对奖联还有个人身份证 到乡公所建设客来兑换奖品 记者金鸿义吉安相报道